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的新吃法 好看又好吃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个洋葱,去掉两头 然后把它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清水,浸泡一会儿 这样在单位切洋葱的时候 就不会泪流满面了 再准备半个胡萝卜,先切片 再改刀切丝 切好后送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洋葱也浸泡好了 再将它对半切开 然后切丝 切好后再抖散 然后装入大碗里 再取一个碗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打散 锅中烧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转动一下锅 把鸡蛋液摊成鸡蛋饼 一面定型后再给它翻个面 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备用 然后再把它对半切开 再切成条 切好后 把洋葱放在一起 锅中烧水 水开后倒入胡萝卜 焯水一分钟 一分钟后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 灌一下凉 再把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加进来 焯水两分钟 把木耳焯熟 两分钟后控水捞出 再放入凉水中 冲一个凉 胡萝卜丝挂凉后 控水捞出 放入大碗中 木耳过凉后切丝 切好后收入大碗中 再准备一把大蒜 拍碎 切成蒜末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小葱 切葱花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锅中烧油 油热下入蒜末 把蒜末炸香 炸至微黄 像这个样子 倒入碗中 这样蒜蓉就做好了 再加入生抽 蚝油 香醋 适量的盐 少许白糖提鲜 再加入一勺辣椒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喜欢吃香油的可以再淋上香油 然后浇在洋葱上 再撒上葱花 戴上手套 把它抓拌均匀 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香 抓均匀 装入盘中 再放上香菜叶 点缀一下 这样一道美味的凉拌洋葱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清淡爽口 下酒又下饭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图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